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首相当中的一些内容小知识 如果在婚姻线上出现这种非常直立的树线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子女线 就代表生育能力很强 有这种线又称为孩子线又称为子女线 一定要出现好多条强劲而又直 没有什么杂纹才会有这种多产的可能性 而且子女多多 子女多多 并且有儿有女 儿女齐全 那么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方法就是通过握拳的形状来看 握拳的形状 右手握拳紧握的话 看小指的根部跟手掌的相接的地方 如果是呈现出这个尖形的 非常尖的 那么则可能是男孩 如果是圆形的 圆形的 那么可能是 大可能是生女孩 这是生男女的一种 去看 怎么去看 从手上当中 那么我们看生命线 在21岁左右 看见没有 这个位置 21岁左右出现明显的分叉 或者是有一点断裂 那么之前的身体健康状况 这个是 就是预示着 之前的健康状况 有一些小问题 并且在21岁的时候 容易出现这种 遭遇到生命当中的一场大病 那么从子女线来看的话 这个预示着第一胎 是这个儿子 第二胎可能是女儿 她的小拇指也是代表着子女 明显的往外侧翻 往外撇 那么主子女不亦管教叛逆 今年可能怀孕 明年可能喜得贵子 这是从子女线和她的生命线 以及她的小指的状态 去看她的婚姻状况 好了 有关这个手上的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八子手上 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我们下期 再见